師傅跳得好 跳得好 今天我們來到南館展覽館二館 其實老實說我們這一兩年 有空我們就會去餐館 對沒錯 像是我們上次去過能源展建產展 對 甚至還跑到廣交會 廣交會那一次也是印象很深刻 師傅你的心得是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透過展覽 收集到很多的訊息 世界真的很大 對沒錯 我們真的很渺小 今天在我們身後的呢 是2022年台灣辦的五金展 它總共有200多間餐展 200多間 然後總共分成九大區域 工件及配件 緊固件 扣件 水五金 鎖類 建築居家五金 園液戶外休閒用品 汽車修護 及 好長哦 這個基本上大概含掛了我們整個的生活範圍 到我們的工業應用 這個多重點 我喜歡你幫我直接蓋過 我後面還有兩個沒練完 真的哦 我直接幫你蓋過了 直接上次卡 我們的生活全部都跟五金有關 而且台灣五金超級強 超級厲害 所以我們大致上會鎖定在五金的手工具上 這個感覺跟我們之前 就是我的工作習性比較有點息息相關 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的記事感 甚至曾經就看過這些東西 會不會等一下進去逛 然後每個都想買 我覺得會 我跟你講這邊的起訂量可能是 百跟千 沒有我跟你講 你待會發現我大概花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跟小姐說話 我們要跟展場小姐姐說話 那我們要進去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們進去了 進去一下 他這邊有兩個入口 一個P一個Q 我們從這個應該是Q吧 我們從Q這個地方進來 對對對 他這個展覽館我們之前來能源展的時候也是一樣有這麼大的一個展覽館 然後你就可以看得到他這個地方有很多的工業的一些設備 像剛才那裡有些是產品然後他到這個機具啊他都有 欸師傅師傅那邊有那個什麼 裸眼3D互動 裸眼3D互動 對啊 我曾經看過有一個影片 他就是好像類似在日本 然後有一隻貓 有一隻貓很像會從裡面跑出來 他其實就是靠那個去設計的 VR是在 這個可以連線嗎 他可以帶一個然後進去跟你們聊天嗎 可以互看到對方嗎 可以互看到對方 可以互看到對方 喔 你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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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逛展嗎 好那謝謝我們可能要往下一個地方走了 希望你們相處的愉快 這是什麼 這個怎麼念 台灣A牌 還是台灣A牌 台灣A牌 你可以問一下啊 你問一下老闆娘 老闆娘 你們的店名很有創意 就是這個怎麼念 是台灣A牌還是台灣A牌 都可以 都可以 台灣A牌 我們是all strong 就是全部的東西all strong 所以你們等於這個是自由品牌對不對 自由品牌 我們公司已經有43年的歷史了 43年 對 那早期我們是代理一些品牌 但是後來發現 台灣的工具非常的優秀 所以我們就是集合了很多的優良的廠家 我們就是做了我們自己的品牌 然後就加上一些我們使用習慣的點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了我們all strong的東西 為什麼這個會自己動啊 這個有機關喔 有秘密喔 OK 原來這邊有顆馬達 OK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帶有電源 我還有電源可以 那我在想它是個集輪扳手對不對 它其實不是集輪 它是這個口可以這樣子開 一般都要這樣子起來 再拔起來 我們這不用 你把它用到on的時候 轉過來打開 它就會自己這樣子 然後你要鎖緊 或者是要把它給鬆開的時候 這邊off 它就固定住了 OK 看一下 要拆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會蠻方便的 這是水管檢 水管檢 對 那這個都是我們自己開發設計的 自己開發設計 對這個 您可以試看看 這個回彈的力道不錯 很紮實 非常紮實 你可以試試看 它的尺距比較多對不對 大概7 7下 7下 因為有一些管比較薄 你如果一下子下太多的話 怕那個管子比較容易變形 這個啊 這好漂亮啊 這有額外的電鍍 揚機處理嗎 還是 看到這個顏色 應該會捨不得用 沒關係 工具就是要用 這個的話 它有一個特殊的角度 它是做這樣反向的 跟我們一般的板手不一樣 那這個在使用的時候 它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閃掉 這個 就不會被卡住 不會去撞到 對 不會去撞到 那如果一般的話 我們可能到這邊 我們就剩不下去 另外一方面 我們在弄的時候 就會去撞到了 真的 那像VDE系列 我們一般看到的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形式 就是電工錢嘛 對不對 對 但是你看我們這個有波線 有附帶波線 跟剪斷 跟壓接的功能 對 這個我就會有興趣 因為有時候 我們食物經驗上面 我們會拿一種 外來弄波線錢 可是如果說它是 都是all in 然後我可能一支 一支工具就有辦法去 處理到這些問題 這是收藏用的吧 這個是防暴工具 防暴工具 全銅啊 它是銅製品 比如說使用在那個煉油廠 煉油廠 你一般的金屬在敲打 或在使用的時候 會有火花 所以非常危險 不然我還以為 它只是為了特殊的塗裝 沒有 這個是全銅的 全銅的 哇 那這個很貴重喔 還好 小乖乖 歪亞嘛 對不對 對 小乖乖 簡單吊掛的時候 比如說吊那個冷氣 4YG有沒有 蠻好用的 一台很大 要安全 真的 不過剛剛跟一個展櫃的 他們在聊天 他們都說 近年來 他說這種園藝啊 園藝的市場 一直不斷的變大 為什麼 我覺得跟台灣目前的那個高零化社會有很大的關聯 跟老人家老人家幹嘛 除了打麻將 我要不會打牌 也是 打 欸 G馬砲 這支板手這麼大 你好 老闆你好 老闆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是什麼 因為我被你身後的這一支超級大的板手給吸引 後面還不算超級大 這個還不算超級大 後面還有更大的 真的嗎 可以先看嗎 可以啊 這邊更大 這支是怎樣 這後面還可以再接延長桿是不是 這個是接到這上面 像這一支接起來兩米六 那比人還高了 這支 這都是用在船舶 還有一些飛機 那老闆 如果你們家這工具是能夠在飛機上用的 它的精確度一定超級高 對 我們講究就是準確 那這一邊是電子類的場景 電子類 電子扭 數位扭力板手 鎖汽車引擎 對 它扭力比如說30牛頓米到了 它還會要求你在30度或45度 所以就是它可能說 扭力加角度 OK 這個是電動車絕緣用的 這是扭力板手 這絕緣 可以耐壓耐到1萬1千伏特 1萬1千伏特 這個是拉出來 拉出來 這邊就可以調扭力 這邊可以看扭力 當你設定好你的扭力 上去 對 那這一支是打滑的 所謂打滑就是 當你手扭力鎖到一個緊度 一般是click 但是這不是 它是啪啪啪啪一直過去 你扭力不會再增加 那你如果是那個click type 就是你鎖到了 KICK UP你沒放掉 你再用力 那扭力跑上去 它會再上去 對對對 差別在這邊 那這一種的就是電子用 固定的扭力起子 像這個 我們打開來 這邊可以選擇 選擇扭力 這紅的會跑 這數字也會跑 上去 你如果是鎖 你手轉不動 很簡單 我們有這一個桿子 可以幫你加一按 我還可以輔助它 你可以到這邊試試看 好 如果我現在是用手轉 手轉不動對不對 然後再可以透過這一個 哦 OK 那所以它開始這樣 就是它已經超過 已經達到你的扭力值了 像這個就打滑式的 你的拍拍拍一圈 它這裡的承受力量 還是固定的 哇有這個設計 真的方便很多 所以其實在逛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 其實 台灣的五金其實蠻強的 其實很多種類 對對對 而且發展的好像 其實還不錯 其實五金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講的 靜銀通貼鋁 只要跟金屬有關的 這些所有的事情 販子它的那個種類 實在是太多元 甚至它後面去延伸到 之後在台中的 就是所謂的精密機械 對 喔那個真的是世界第一 會更厲害 金跟 莎士 沒有啦 他是金 Rinkle 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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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看什麼嗎 沒有想說看你的牌子 應該我之前都有看過 因為我們的牌子 算是生根在水電冷柴界 已經大概30年了 所以你是五金工具 你就把它focus在水電跟冷柴上面 對我們五金主要是水電跟冷柴為主 然後一些手工具 這個算是我們公司到現在最主要的招牌 就是我們有全系列的工作手套 這個是自己做的嗎 這個是我們韓國工廠做的 韓國工廠 對對對 因為現在比較重視公安 然後大家 我們都會強調 可能擋一刀就值得 然後韓國工廠又會有很多 輕薄型 耐磨型 防切割 食品用 沒錯 分類非常細 這個分類的確分得非常細 我這邊看到你們有這個 這是 這個上次我有個朋友也拿過一個很像的東西 寶哥也有拿過 那這台內視鏡 是你們上次去拍抓肉的那部影片有出現過的 就同一支嗎 不同一支 你們的主機是藍色的 但應該是公用一樣 IP67等級的防水啊 OKOK 水深可以到1米深 然後30分鐘 到1米深啊 對對對 那我們這個舌管 它是可以跟這些主機做互相使用的 可以裝給你看 我總共是靠 鋼絲去帶動它的 攝影師你要Hold住啊 所以你的畫面開始在顫抖 你快受不了了 那我們一樣是透過它這個 左右轉 再來是 1米8指左右轉 哇喔 怎麼玩這樣 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管身要過彎的話 你就要用這種可以轉彎的 可是像純水彎它就沒辦法過 因為它這個 就要給它一個7公分的迴轉半套 那它這個長度有更長的嗎 我們最常做到2米長 因為它裡面是要靠鋼絲去帶動它的轉動 對 這座太長的話就沒辦法帶動 那現在這一條是1米 這是什麼 這個也是嗎 這是我們展示品 就 我以為這是什麼最新 這是我們的喇叭 一打開就 雷聲索爾 它有一個功用 這還有一個功用 這麼厲害 可以切換成一個教學用的模式 就譬如說我們觀察一個夜行性的昆蟲 那我們只要搭配一個 遠紅外線燈加裝在上面 像我們一般觀察就是它沒辦法透過去 對 那我們加裝這個紅外線的燈光 天啊 太神奇了 索爾是你 對對對 你看到索爾在裡面 這光有點搶 關掉就沒有了 但是這目前只是可以讓我們探測一些小動物 來做使用 如果這個動物大得跟人一樣 可以嗎 上手 這是那個 上手 可以噴的那個 噴焰的那個 上手 我不知道那叫做什麼 飆騰虎 虎虎虎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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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剛開始看到這隻老虎 我還不太有概念 可是我看到另外一個東西 機械檔 那個我就知道 幫我們介紹一下吧好不好 我們家的電動工具最大的特色是 把所有的零配件都是這樣子分開 那包含是上面這一邊 機身電池跟工作部 那像上面的話 它這邊還可以做一些量測的 比如說雷射光啊 激光車距儀啊 強體探測儀啊 我們都可以直接夾在上面 直接夾在上面 可以引爆Demo看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 像是 直接這樣裝上去 然後合起來 OK 電池上了 它就 可以直接切去 你也不需要擔心說 因為不同的工具的頭 需要不同的轉速 因為其實這邊都 可以直接做調整 就在body這個地方就可以做調整 對用途相當的廣泛 像是水電的話 我們的產品也用得上啊 真的嗎 像這一隻工作頭 它最大可以打到12 12 一般就是掛冷氣的可能 垂鑽耶 垂鑽它可以直接 OKOKOK 直接上SDS的垂鑽 OK 看那你這樣子總共能夠接 大概接有幾種 目前為止有20種 20種 目前為止 還在繼續開 然後還有像 這個 這個也是木製的一個產品 最近才成功而已 師傅看得出來是20種 我正在思考 魔科機 對 這是魔科機嗎 這樣子 刷上去以後 直接再把這些東西 這邊再黏一片沙子 沙子 它就變成是 Sender Sender 對 像做模型啊 還是做細部的加工 就非常的好用 那個差很多 有這個太方便了 然後像 像這個用途就蠻廣的 它是一個Diagrander 就是一個 織摸機 對 那你 其實 你聽它的聲音是 比一整支 做起來的還安靜 對 但其實這個技術相當的 而且很紮實 聽那個聲音都不一樣 聲音是比較安靜的 對它的電機聲音不一樣 他們可以講簡單的英文 簡單的 英文 真的嗎 真的 你好 你好 他們是DIY協會 他們是DIY協會 我們主持的 日本DIY Home Center Show 是一個 日本第一次DIY的展示 我們介紹他們 我們請台灣公司 展示我們 去參觀 我們 接下來的展示 我們在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它是一小時 從Haneda Airport 到Narita Airport 明天 明天 29 31 如果 想跟日本公司 或是 興趣 在日本市場 請 參加我們 OK 所以他會邀請我們 這邊的過去參加嗎 對 明年8月份 是不是你想去是嗎 日本太愛 你 你喜歡日本 我最想去的是日本 因為我們台灣的很多的水電技術 是從日本這邊過去的 這聲音很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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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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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惠兒圃嗎 你這是惠兒圃嗎 我們是 Wheel Power Wheel Power 不是惠兒圃 我們家也都是手工具嗎 對對對 我們家專門的話 是做這種 起直類 跟這種起直頭類的 那起直的話 可以看到它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這是 健身 還是這是什麼 沒有 這是一個給你做扭力比較的 扭力比較 對對對 因為像這種木粉 對於油污類的東西 它比較能夠抵抗 那這種傳統的膠餅 它就沒有辦法 那我們今天如果 遇到油的話 這樣轉 這個還可能還轉得動 你這個就開始會滑滑 嘿嘿嘿 我試一下看看 你實際上在轉 就感覺到這邊 摩擦力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就是 來講這個 它可以提供更好的 一個力道的傳統 對對對 如果今天 遇到油的話 那這個 至少還可以保留 七成的那個扭力 再來的話 我們家比較厲害 就是類似這種 騎子頭類的 我覺得接下來 你可能要開始要拍賣了 直播拍賣 到多少開始起飆 鷹人起飆 像這一套的話 它比較特別 就是做齊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上面有這些 刻痕 比較不會滑 看見面國旗 因為我們很常被人家訪 在國外賣太好 最喜歡訪我們 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就印國旗 它就沒有辦法印國旗了 對 那這邊是我們 算新產品系列 就是一些絕緣類的工具 因為現在 能源產業啊 電車那些都有在發展 我們就有在陸續推轉工具 真的喔 今天整天這樣走下來 發現這種絕緣設備的 這種手工具 蠻多的 像上面這個是 比較有趣的 它是夜光的 夜光 你可以拿手電筒照它看看 真的耶 有嗎 有 有嗎 有 可能燈關掉之後 可以可以找工具 比較好找 OK 師傅 今天逛完這整個展啊 對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部分 集輪活動版首 你說那個 咖哩咖哩那個時候 集輪活動版首 非常有興趣 你不要因為老闆送你一支 你就跟他講話 都有都有 一定的 他如果送兩支我就講多一點 師傅我跟你講 這五金展我覺得固然不錯 但我覺得它還有進步的空間 是 竟然沒有修個喔 這個就是聯絡窗口太過分了 我們要深刻檢討 所以其實說穿了 其實台灣的五金實體其實是非常的厲害 不管是從這個所謂的零件部件 應用還是到工具對不對 甚至到發展到所謂的精密機械 整個可以到外銷 甚至到一年的產自可以到上兆 對我們來講台灣人 在這方面的實體真的很厲害 其實這類的影片啊 宅水電都算是一些突破啊 那未來如果有機會有其他的展 或者是說去拍一些其他的技能競載 我們都一個非常開放的心 我們下次就要跨出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下次去拍成人展 我給你一個敲戶口的面具 你叫小子通 好啦不鬧了 以上就是今天宅水電的內容 那如果對於這次的台灣2023五金展 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都歡迎在我們片下方留言 沒錯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今天準時收看 YouTuber宅水電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就要跨出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下次去拍成人展 就穿了全身的這樣裝備去拍成人展 我給你一個敲戶口的面具 你叫小子通 小子通 無名通 無名通 通啦 我來通 你跳一個我們看 跳一個 你覺得你要這樣 沒有 你跳不太一樣 不行 你可能真的要遠一點 哇 你助跑可以嗎 助跑 然後進來的時候測繩 那麼難 對 可以啊 沒有